紐約市長亞當斯表示 當地警方只是盡最大努力 確保不讓國會騷亂事件在紐約重演 紐約市警方在曼哈頓法院大樓外 設置路障等安保設施 在佛羅里達州 有共和黨人不滿針對特朗普的指控 並且質疑特朗普的前律師科恩 有關承認支付13萬美元非法款項的證詞不可信 又堅信特朗普並沒有違法 特朗普日前在社交網站發文 預告自己將會被捕 並且呼籲支持者出來抗議 他說今次的調查是一次政治迫害 而隨後他的支持者 除了在曼哈頓聚集 也都計劃在海湖莊園保護特朗普 如果特朗普今次被立案起訴 將會成為有史以來美國第一宗針對前總統的刑事案件 鳳凰衛視綜合報導